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Minder 在今年的中国市场 虽然各大厂推出了极款手游 信心满满的轮番投放未堵 却始终没对市场造成话题冲击 埋没在玩家的笑声中 而前几天又有一款新星降落 这次是否能掀起新的浪花 亦或昙花一现烧众集市 松空之眼 开发商是中国的勇士网络 是必然航线的共同开发商之一 至于未来台湾会交给谁来代理 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早 毕竟目前的人气讨论 比起某云山之约 真的是不同级别的差距 可能会先着重稳定中国的玩家 不急的推出海外市场拉营收 游戏的玩法是很典型的单人像ARPG 一路砍放技能就完事了 部分角色的攻击技能 也会因为施放的方式 产生不同的变化 这在各角色的操作说明中 会有详细的解说 打击跟操作手感还算不错 至少不卡 也不会让你只能普通AAA 在副本中最多只能携带两个队友 但进行中是无法任意切换的 只能施放队友的大招 在搭配特定的队友下 还能触发联系技能跟动画效果 队友的AI其实还不错 不会发呆 攻击欲望也蛮强的 如果你不想操作近战或者想偷懒 可以换成奶妈 在后面打闸看队友表演 如果未来角色伤害够高的话 根本就可以自动挂机了 闪躲方面的判定还算蛮宽松的 能触发类似魔女时间的追击奖励状态 而且队友也能协助触发 不过怪物只有部分招式 会有明显的提醒跟动作前摇 有些比较难抓时间 如果怪多画面又乱的情况下 可能就需要碰点运气了 而把BOSS级的怪物打到破防后 会触发短暂的打装领域 角色立位上我是觉得 看起来肤色都偏白 有点微妙 没看到特别错误的角色 而眼尖的朋友看到这 对于这游戏的玩法、画风等架构 应该都不会觉得陌生 甚至觉得眼熟 游戏的基本属性 都是来自崩坏3、战装等作品 养成方面其实也大同小异 但不算太复杂 而该游戏在队友的交互性上偏弱 无法配合打伤害反应 或者任意切换 是有点可惜的地方 另外怪物跟关卡的同质性太高 来来去去就是这几种模式 尤其剧情模式一路刷下来 真的会有点腻 另外角色平衡方面 S跟A卡的天生差距颇大 打起来的爽度跟伤害明显差很多 如果一开始就抽到人权卡 玩起来的体验会好非常多 不过既然刚开服 就期待未来能改进吧 否则某些A级角色就只能当永远的倉管了 结论 比商不足 比下有余 说能玩吗 可以 但如果玩过同类作品 可能会觉得普通甚至无聊 毕竟同类竞品 摆在那好几年了 该玩的都玩 该退都退了 其实并没有特别创新的部分 毕竟中国的同行都已经晚转好几年了 但比起某些大厂的量产垃圾来说 其实算是有心的作品了 如今二次元游戏越来越多 力会好的更是比比皆是 能不能让玩家一边体验到游戏性 又能一边开心的培养角色为爱买单 就看厂商的开发打磨 以及未来的营运方针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